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同導線 同導線電阻係數Low 這個我們國中沒有教 我直接把公式告訴你 就這樣算 好 我們在以前看的動畫看過 下面是面積 上面是長度嘛 好 電子就是L乘以A分是L 然後面積然後L 然後請問你 一公里長的電阻有多大 我有一公里長的話會有多大 就是往裡面帶就好 往裡面帶就可以了 不用各別 好 電阻係數P.7乘以10的-8 然後底下面積派R平方嘛 圓的面積會算 上面呢就是一公里 那記得要把它換成公尺 換成公尺 單位是公尺 所以要乘1000 然後這樣算大概是0.2Ω 也就是同導線如果一公里長 就有0.2Ω 那它如果十公里呢 就2Ω 懂我意思嗎 所以拉很長 它還是有很大的電阻 就有這麼大的電阻 那這麼大的電阻 會消耗掉多少的能量呢 會消耗掉多少能量呢 如果我們的傳壓導線是100V 導線上這樣 它是會消耗多少呢 功率是這麼多瓦 電壓100V 電流就這樣子 P給IV 算是要有10的-8Ω 你的電壓這麼小 電流就要這麼大 電流就要這麼大 電流這麼大的話 消耗功率i² 算算就2乘10的15次方瓦 我咧 你輸出只有10的10次方瓦 一公里就要消耗2乘10的15次方瓦 那你多少 那你沒有走 沒有走多久 你就全部都已經消耗光了 懂意思嗎 你沒有走的就消耗光了 一公里有10的15次方耶 所以沒有走的你就 那你出來只有10的10次方啊 這就表示你沒有走多久就消耗光了 所以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的電壓這麼小 我的電流這麼大 你的電基本上怎麼樣 怎麼樣 送不出去的 一出去它就沒了 一出去就沒了 OK 一出去就沒了 了解嗎 了解 那有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是用i²R做 不是用b²R做 為什麼你不是這樣做 b²R做 這樣做是錯的 這樣做是錯的 你說老師100伏特嘛 b²R這樣算是更功率 這樣做的是錯的 為什麼這樣做是錯的 為什麼這樣做是錯的 我們說我的發電廠 我們不是說電流出去還要回來嗎 一段是出去一段是回來對不對 出去還要回來對不對 我說我的發電廠差100伏特什麼意思 出去跟回來之間差100伏特 是不是中間的某一段差100伏特 不是 不是 所以在算中間那一段的時候 那一段有沒有100伏 沒有100伏特 那一段沒有100伏特 所以你不能夠用100伏特 來算其中一段的電功率 因為那裡沒有100伏 是你剛講過電流要出去還要回來 是出去跟回來這兩段差100伏特 所以不能這樣做 那所以但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可以當作我是串在一塊對不對 出去的話當作是我們串在一起的 串連在一起 串連在一起誰是一樣的 電流是一樣的 電流是一樣的 所以我要用誰來算 電流來算 愛比方拿來算 所以我下去算 我這樣子差100伏特 那我電流會有多大 然後我這樣來算 所以愛比方拿來算 好 那 剛才我們前面講過了 我們出去 每個地方的出去 每個地方都會有消耗 所以我們講過什麼 總消耗等於總提供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外面的用業的能量變大了 那我提供能量也要怎樣 也要變大 我就會要變大 那如果你外面要用10的10字方法 如果你現在只能8到10的90方法 那怎麼辦 那就用不到嘛 用不了 沒得用嘛 那就怎樣 跳掉 斷電 沒電 或者是說 發現快要不行就要限電 你們都不能用 不然我就已經動了一條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外面用得多 愛比方就要出來的多 那出來如果不夠多 它就會停電 就要限電 就要限電 OK 那我們就是考試考過的題目 問過的事情 你剛才講說 是因為你i很大對不對 你的i很大 所以i0R就變得很大 就消耗就會很大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讓我的i變小 電壓到p.id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電壓很大 電流就會很小嘛 所以我就把電壓 電壓加大電流變小 這樣的話 我出去的損耗就會變少 因為我的功率是固定的 電阻也是固定的 所以我功率固定p.id 電壓大電流就小 走過導線 電阻固定 i0R電流小 消耗功率就會小 所以我就要加大電壓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計算 就是比例 就是選擇考過的問題 所以考過的問題 OK 這樣子做 所以我要出去的時候 我為了要能夠讓他的 能夠送了出去 我就要高電壓 高電壓 但是進到你家 你要降到低電壓 就要低電壓 就要低電壓 所以我剛剛說功率一樣 電流要小 所以電壓要大 然後這樣出去 然後電流小 R一樣 所以消耗就會少 所以剛剛講過事情 所以我們出去要高電壓 問題是 問題是 如果你用直郵電 直郵電的電壓很難改變 所以我要怎麼練 交流電 你會不會要交電子感應 交流就會產生電子感應 很容易升壓或者是降壓 所以為什麼現在商業用電 都是用交流電 因為我可以很容易的增加 或者是降低我的電壓 然後符合我的需要 就是跟你講說 我們發電廠 怎麼樣的一個輸配電 那為什麼發電廠出去的時候 要用高壓電送出去 然後也因此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採用交流電 OK